游戏玩不进去怎么办 买了新游戏就是玩不进去 怀疑自己是不是得了电子异地 我记得我小时候放寒假 一盘混豆螺每天都能通关好几次 第一次去危机房上课 最喜欢的就是TT打字 第一次去中关村买电脑 我觉得那个鼠标滚球非常神奇 那个年头去有电脑的同学家 是用软盘考游戏 同学用的一条ARJ命令 让我对他肃然起敬 那时候一个三兆的大航海时代2 能充满我整个暑假 一个27兆的仙剑奇侠传 又能充满我几个寒假 现在呢一个40GB的游戏 我只是看看剧情动画 一个200GB的游戏 结果第一关都没过 趁活动买的打折游戏 甚至都没下载 充了一年的XGP 里面有几百款游戏 一年下来没打开过几次 买了PS二档会员 里面也有几百款游戏 除了每个月看看新入户的游戏 其他的也早已忘记 有的玩家一个生化危机4都能干几百个小时 而我的PS去年一年却只玩了120个小时的游戏 我分析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吃过见过的太多了 兴奋的预值已经被高高拔起 现在新出的游戏很难撩动我们的新闲 所以我们才对现在的游戏挑肥减瘦 指指点点 如果你也有上面这种情况 建议去找一些新闲的东西 比如你未知的领域 去探索一下找找能让你兴奋的东西 比如钓钓鱼啊 养养花啊 溜溜狗啊 喝喝茶呀 买买菜呀 做做饭呢 看看小姐姐跳舞啊 年纪大了 喜欢游戏 没毛病 但是别强求自己玩 更不要强求通关 看别人玩就行了 比如我现在特别喜欢看只狼的精彩瞬间 配合国风的音乐 那是相当的舒服 你已看尽世间繁华 不再是曾经那个少年